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大家好我是小叶 这次的主题是温泉关战役 波斯国王大刘斯一世过世后 他的儿子薛西斯增上王位 为了实现父亲的遗愿 薛西斯积极备战 发誓要踏平希腊 学习马拉松战役战败的耻辱 经过四年的准备 西元前480年 薛西斯率领大军 沿着爱琴海向西前进 一路上烧杀掳掠 使希腊许多城邦遭遇灭顶之战 面对敌人大军来袭 希腊各城邦组成反波斯联盟 由斯巴达国王列奥尼达领导 波斯军队一路跋山射水 最后驻扎在温泉关的北面 温泉关第四显耀 是兵家必争之地 它的东面是沼泽地 西面是陡峭的高山 具有重要的军事地位 希腊人在关上布置的兵力 仅有几千人 斯巴达国王列奥尼达 带了三百人前来支援 他将六千名战士部署在温泉关前线 一千名战士部署在温泉关后面的小道 防止波斯人从后面偷袭 薛西斯等了数天 发现希腊人没有要投降的样子 便下令发起进攻 波斯人一拥而上 但波斯军队发起好几人进攻都被击退 希腊手军借着有力的地形 使波斯军的遗体叠满了关前 波斯人打了一整天 所有的进攻都被希腊手军击退 薛西斯健壮更加生气 他下令派出最精锐的波斯军进攻 但在狭窄的山沟里 波斯军队无法发挥人数优势 只能与斯巴达人进行一对一的单挑 结果一个个波斯兵接连在战场上阵亡 眼间太阳下山 薛西斯只得下令收兵 准备明日再战 第二天波斯军队又发起冲锋 但结果和前一天一样 正当薛西斯一筹莫展的时候 一个希腊叛徒前来求见 献祭走小路从背后包抄关上守军 波斯军便顺着小路 直扑希腊军营 由于放手小路的希腊手军 连续几天没有战斗 所以放松了警惕 见到波斯大军 守军慌忙拿起武器抵抗 但果不抵中 被迫撤退 波斯人见中也不追赶 而是赶往温泉关 准备夹击斯巴达人 利奥尼达听到消息后 立即命令联军撤退 这几则率领300名斯巴达勇士兼守阵地 因为按照斯巴达的传统 士兵永远不能放弃自己的阵地 应用的斯巴达人 进行了顽强的抵抗 但他们没有一个人投降 没有一个人逃跑 他们都坚持战到最后一刻 虽然温泉关被攻占了 但波斯军队也付出惨痛的代价 利奥尼达和300名斯巴达勇士 他们被隆重的安葬在温泉关上 在这块他们遇血奋战的土地上 我是小叶 我们下部影片见 拜拜